全国人民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我一定要把这条金鸟带带回中国 给我瞄准了打 这一瞬间怎么能被动作了呢 没有动作 美股也被撒开了 这一瞬间 因为他已经持续了 但是有五秒钟时间没有动作 乌克兰特种兵来华嚣张踢管 结果惨为中国KO男神 摁在地上狂砸几十轴 打到头骨碎裂 险些终身残疾 他就是我国拳坛 被誉为KO男神的唐凯 自从进入拳坛之后 基本没有败技 而且KO率更是高的惊人 凶猛的重拳从来不给对手留余地 打到外国选手 看到他就像看见了上帝 拳法如何 凶猛的重拳就像炮弹般直接对手 甚至一个不注意 就会要了对手的小命 腿法怎样 精准的高扫 只需要一击 就能踢断对手的脖子 让众多老外闻风丧胆 他就是中国KO男神 唐凯 好的 那现在我们话不多说 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红方选手 红色拳套 就是咱们的KO男神 唐凯 另一边 蓝方选手就是 尼克雷 康恩贾克 可以看到 这个尼克雷 真的是非常的瘦 和咱们的唐凯相比 他好像是营养不良 尽管是这样 开场前 他也是非常嚣张的表示 不管唐凯 是不是什么 所谓的KO男神 他都会一拳 打到唐凯 暴毙当场 还要让唐凯 从此不敢 站在擂台上 这个尼克雷 真的是非常的嚣张 可以看到 现在唐凯 身法很灵活 直接躲开了 这个尼克雷的攻击 唐凯不仅是 这个拳法和腿法 非常犀利 身法也是非常的强 非常的灵活 看到这个尼克雷 现在是左右摇摆 一直在来回的左步啊 但是就是不敢出拳 这下被尼克雷扑到了 现在双方来到了一个地面站 唐凯 好的唐凯 利用这个自身的优势 把尼克雷反压在身下呀 但是唐凯目前这个脖子 被尼克雷锁住了 看一下能不能挣脱掉 尼克雷的这个胳膊很细 没有什么肌肉啊 所以说锁得应该不会特别的死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唐凯一直在改变身位 用肘肌和这个膝盖去砸这个尼克雷 现在时间刚刚过去了两分钟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唐凯如果不及时挣脱出来 很有可能会输掉这场比赛啊 但利用时间来拖时间啊 这不太可行 看一下唐凯一直在用脚去蹬地面 脚去改变身位 好的现在唐凯 坐了起来 好的成功地挣脱出来 双方再次来到这个战略的对拼 那经过刚刚的这个惊险的地面战啊 唐凯也是更加的谨慎啊 这脚踢得很结实 脚给这个尼克雷扇了一个耳光 这脚直接再次击倒了尼克雷 看一下现在唐凯选择了远距离的进攻 近距离容易被尼克雷扑倒 尼克雷的这个地面还是很强的 这一脚是把尼克雷给打晃了 不如连球的中拳 但是这一次唐凯扑倒了尼克雷 那这一次唐凯相对占据了一个有力的位置 不过并没有过多的纠缠 再次来到了战略的对拼 唐凯这一脚是把尼克雷给打晃了 看一下唐凯下一步的动作 哦呦 尼克雷踢出一脚把自己踢倒了 现在唐凯撑胜追击 踢在了尼克雷的身上 看一下尼克雷还想去用脚拉开双方的位置 唐凯这一拳是猛足了劲啊 现在连续的去打击 每一拳都很重啊 看一下这个尼克雷还能扛多久 哇 好的 现在唐凯连续的走击 尼克雷已经不能反放了 裁判一直在旁边观察 看一下这个尼克雷还能不能扛 已经好几秒的时间尼克雷没有反应 那裁判 哦 好的 裁判现在是已经结束了比赛 那这回合唐凯以绝对的实力拿下了这一场比赛啊 打的这个尼克雷是很惨 连续的走击 可以看到刚刚在结束的时候尼克雷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 那现在更是直接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啊 那让我们看一下刚刚唐凯KO对手时的精彩回放 可以看到唐凯出脚都是杀招啊 要么是踢在对手的这个脖子上 要么就是踢在这个脑袋上 包括出拳都是砸在对手的下巴上 那唐凯这一局打得很猛啊 再一次奠定了他KO男神的实力 好的 那最后让我们恭喜唐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好彼此灭戦 西兰兰兰兰兰兰兰兵 这是领兰兰兰兰兵的 嫉量不动吧